利用开放资料变成一个APP之后 我想 这个应用面就很广泛了 比如说像之前讲过热门资料里面 实价登录这个我想太多 尤其最近那个 话题好像都围绕在那个什么政府要打房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房价是不是会下跌等等 其实这个跟实价登录有关系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跟实价登录 再思考一下能不能做出一个相对应的APP出来 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点进去看了里面的话基本上 提供的档案格式不败物就是什么 XML CSV TST 那这些东西这些资料的话呢 要怎么样如何转换到那个 APP里面 那这个部分恐怕各位就要思考一下 其实 这个时候Excel就很重要了 或者Excel VBA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像我前面有举的例子像我们Jason党要怎么样转换到那个 Excel里面去 各位不知道应该还记得吧 像刚刚这个 这个档案我们怎么转过去的 还有印象吗 第一步的话就是把 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Word的档 有没有 把它先贴到Word 然后呢贴到Word之后的话呢 可以再怎么样 再把它 切成 一个 一个一个的那个 等于一笔一笔的资料 再把它做资料剖析 剖出来就可以了 那不过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像Excel VBA里面呢 可不可以 Excel VBA里面也可以直接读网络的资料 那也可以直接怎么转换成Excel VBA 不过这部分的话 就又是 VBA课程里面 的重点 不是我们这个课程重点 所以我们上礼拜 主要是把 这个资料先切一笔一笔之后 然后再给Excel里面的资料剖析 帮我们切出来 切出来之后的话 实际上就是 各位看到的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这个资料剖析的 那剖析出来的结果 我们再来做 后续的应用 或者是说 我们才 比较能够理解说 这个资料到底是 什么样一个结构 包含就是名称 还有他的电话地址 等等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想各位 可以再想想看 把 这个 范例呢 改 改成其他的范例 那后面看 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举其他的例子来做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回到这个城市城市部分来看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来去台北住一晚 他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说他的结构之后的话 接下来来看一下 其他的相关城市 包含就是说呢 我按及时之后 他如何可以把 有没有第一阶段把网路上面的资料先抓下来之后 如何变成 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List View 那这个List View里面包含就是说 自动找到什么 找到的区域 自动放 入就是说 总共有几个 这个区域里面有几个 第一阶段 那第一阶段